Hello 大家好 这是Usborn新的系列 就是Little Lift & Look 那目前有Garden跟Word 这两本 这系列呢,其实我觉得可以算是 迷你版的Pick Inside系列 因为Pick Inside它也是flap book 那它也是主要是在 用这个flap的这个设计 然后跟小朋友 更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分享 这些其他的知识 那Pick Inside呢,大家如果熟悉的话 就知道有这个,譬如说有整套 第五本的有 Garden, Animal Homes 还有,现在有出的 比较新的是Trees, Forest 然后Space等等 那比这个 还要稍微大一点点,但是这是比较小本的 我手边刚好有 这个Little Pick Through Books 可以一起比较,这是新的 你可以发现它稍微 它几乎是一样大,但是稍微小一点 所以呢 就是适合更小年纪的小朋友读的 那这个Live the Loom 我们来看看Woods 它这个其实都 插图做得很美 然后呢,也像森林的 Who is in that tree 它是有翻页这样子的 但是呢,它的书也做得蛮 算是,不是board book 但是是厚的卡子 所以是比较不容易坏的 我觉得是三岁以上应该就可以了 或者是两岁的话 如果不会撕的话也是很好 所以它介绍各式各样 森林也有的,这种 打开可以耶 有东西在里头的设计 还有这个 Who would could it be 这里也可以打开 那这一本是有好多 每页的都有一个翻页 这是小狐狸吗 有Fox 所以呢,是适合 真的是很多金探号 这本是9.99 Garden这本也是类似的 这个,然后有不同的花园里面的 小蜜蜂、小昆虫、小动物、蜻蜓 还有花跟青蛙等等 所以呢,是非常适合 就是 就你没有发现 它们都把这个 呃,这些名词 这些动物呢,放在故事里头 所以它不是只是说 哦,打开 哦,老鼠 哦,鸽子 它是有一个 有点故事把它融合在它的插图里面的 是比较精致的 这些设计 所以呢,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 买这个是新的 系列 啊 生小baby了 新的兴趣的 这个叫做 A Little Lift and Look Garden and the Wood 这是9.99 跟大家分享